我記得第一次拍片時是要在淘寶上賣快的錄幕 再配合APP,再做一些設定才可以做到退地 現在我這條影片純粹用Zoom的Virtual Background功能 其實是在後面的鞋櫃 按按鈕就可以轉到後面的背景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這樣 然後很有書卷器的圖片 然後就在倫敦 然後又在酒店 現在的工具是簡單很多 可以使用更低的成本更簡單地做到更多東西 當然,我之前用Zoom去做畫面錄影 如果純粹想顯示自己的樣子 後面又不想收拾東西的話 就像後面的東西 用一個其實不錯的 你可以試一下 因為成本很低,用免費的帳戶已經可以做到